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能够保护妇女生殖健康和自主选择生育权利以外 口服病药还可以用来治疗许多妇科疾病 比如可以调整月经周期治疗异常的子宫出血 第二 对于某些女性来说 她可能患有月经前综合征的一系列症状 那么通过口服病药可以来缓解月经前综合征 第三 就是口服病药还可以治疗皮肤的坐床和多毛症 对于痛经和慢性盆腔疼痛的患者呢 也可以通过口服病药来达到一个治疗和缓解疼痛的目的 第五个作用就是口服病药还可以治疗和预防子宫内膜移位症 子宫腺积症以及子宫内膜吸肉 对于某些盆腔炎症疾病来说 口服病药可以减少或降低盆腔炎的发生 正确使用口服病药 甚至可以降低某些腹壳肿瘤的发生率 比如卵巢癌 子宫内膜癌等等 还有目前我们在临床上 对于一些公腔症手术以后或者人瘤等等 公腔操作以后可以用口服病药来保护子宫内膜 预防公腔的粘连